狂穷说到最后 混沌的毛子里顿时闪出一抹犀利之光 光狠扫过陆臣的双眼 即使是神消法眼自行护主 陆臣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着 至少三十重天的秀精 快达到巨头的修为 这个狂穷究竟是谁 不用猜我是谁了 你是不会知道 而且日后你也没有机会记住我 即使你成功了 你的结局会更加凄惨 而你失败了 同样凄惨 只是凄惨的程度 本巨头还要想想 你会惨痛到什么地步 狂穷前不着村 后不着地的说着 更加让陆臣内心费劲 但狂穷不像是在说假话 只能说他话里有话罢了 不管他是真是假 先拿到第九眉天使再说 青山脚下 火池旁边 陆臣没有撤去脸上蒙着的黑金 却是抡起胳膊 挽起袖子 活动了起来 看样子 准备大干一场 五丈高的狂穷 宛弱一个巨人般的抱着膀子 饶有兴致地盯着陆臣看 虽然陆臣下意识在 沉沙万皇顶上面抹了一把 用万货杀毒 掩饰了自己真正的气息和杀气本源 但还是被狂穷看在眼里 陆臣的小动作做得细致 但他真正本源杀气 却是逃不出狂穷的法眼 只不过狂穷没有作声 眼底飞快闪过一抹惊讶之色之后 情不自禁地摸了摸下巴 嗯 是竹子的本源 这小子是竹子的传承吗 看样子 把城市了 啊 终于来了 有意思了 不过好难办啊 竹子让我在这里当下所有人 如果他失败了 要不要放他一马呢 哎呀 真是麻烦啊 这小子挺对脾气的 黄穷若有所思的歪着脑袋 胡思乱想着 目光始终徘徊在路陈 以及远方空间的入口处 挺麻烦 看这小子的样子身上根本没有天使 即使闯过去也没用啊 太初搞什么鬼 把竹子的传承送来送死吗 黄穷正想着 路陈已经准备就绪了 从容淡定的他似乎将所有事都抛在了脑后 那般逼人的气势 即使不暴露他的煞觉 也能让人清晰的感觉到一股惊人的杀鸡在身上弥漫 好家伙呀 气势不弱呀 黄穷猛地盯着路陈看了两眼 倒抽了一口凉气 须知道 修炼到尊敬玄妙之后 若是不倾尽全力 打开空间领域 即使再强大的高手 也只能从身体上的气势和法力的涌动 来大体地分辨对方的修为 而这种结论 绝不能用常理来估量 宪法 古法 通天大秘术 神福 法宝 朕诀 以及斗法的经验 都是可以左右一个对手强弱的基本因素 狂穷修为惊人 乃修炼已久的临天巨头 刚一开始看走了眼 但现在 他不得不在内心赞叹 这位有可能是自己主子的传承 的确有着过人的底蕴 快开始吧 我要看看原始神功中到底有什么 之前 黄穷提到原始神功的时候 陆尘就对创始天使起了兴致 但 这绝不是他的目的 他已经猜到了 这里的煞火之池 应该与筑天 有不可分割的干系 天使重要 但 没有神肖殿重要 祝天一直致力于传承者找到神肖殿 显然 神肖殿在他的心中 比起创始九枚天使还要重要百倍不止 况且 这狂穷刚刚说的那番话 充斥着一股无奈 以及探摩的语气 成功 失败的结局 俨然都不怎么样 那些话仿佛刺激着陆尘拼命的想要找到根源 所在 到底上古神魔时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连天圣都不知道关于远古节的最终隐秘 难道 这个天机是三界六道最大的秘密吗 陆尘已经急不可待了 好 有胆子 狂穷赞不绝口的夸奖了一句 蒲扇般的大手轻轻的抚过方穷剑 那一瞬 陆尘看到神穷的眼神不再霸道 而是慢慢的软化了下来 便如一个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充满了慈祥的感觉 方穷剑 可是万古早期典中第二十五篇章第一件开天圣物此后便没有了 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跟打开秘境有什么关联 老伙计 去吧 让天下人见识一下我主的手段 狂穷低吟了一声沉重的好像雷鼓 天地动荡 十二神池最下方的方穷剑池 眼流涌动动荡不安 一股股黑火喷泉 勃然翻涌而起 方穷剑仿佛听到了狂穷的召唤 嗡宁四起 转瞬间的功夫 一道道药木的白光 攀云灯雾般的举下于高空当中 黑气翻涌 鱼于云团 一阵阵澎湃的煞气 从方穷剑凝聚而起 露晨的毛子轻开间冷枯住 偷着那来自子府中 蕴藏多年的磅礴煞气 仿佛与方穷剑产生了独特的共鸣 两个煞魔法相 尖角黑脸 山鼻海口 魁去汗粗幻化而出 这两个煞魔法相 一个来自于露晨本心中的煞道杀念 不受他控制的升起 另一个 则是方穷剑在吸收了火池中的煞火之后 自发凝聚而成 观此 私比 竟是互不逊色 无怪乎狂穷信誓旦旦的说 此宝最次也有三十重天的天圣修为 这并非信口呼舟 信口开河 而是真正的拥有那惊人的实力 一道龙吟般的奸笑声响起 火吃嗡嗡轰鸣 那煞魔本相指手伸出 一把抓住树杖高的方穷剑令 高举向天 两只巨大的獠牙之下 黑口喷出浓浓的黑烟 哼 杀火吗 陆尘本不想暴露修为 可是 现在即使是他不想 也不能了 因为 狂穷山中的煞气 俨然达到了 可以让他内心产生共鸣的地步 掩饰 无从而为 来 陆尘沉沉的敌贺了一声 宛若千军万马在驰骋的疆场上 暴以鼓舞军心的呐喊 生震如骨气势滔天 大地碎杀九彩神石 无不在此声浪之下化为积焚 饶是那坚固到可造开开天圣物的天才地宝 也为陆尘的贺声震得军烈满步碎似残境 狂穷山十二神痴之将狂穷 受诸法令得开神山 下方小子挺好 狂穷剑令 魂元靠天阵八门阵诀 过此阵便过第一关 狂穷剑去 狂穷赤身裸体腾空而起 道士间一道先诀横空出世 化成黑色印手 暗在了煞魔法相当中 那煞魔法相宛若活了一般 飞笑而起 其双眼有着极致黑曜频频闪烁 片刻间横空击出八剑 一道道刻着反腐花纹的绝世阵印 纷纷地落在陆尘的四面八方 闻元浩天阵 没听过呀 我来试试 陆尘玩起袍袖 撸到夜下 翻手取出浩空赤油宝锤 捂出万象森罗杀向大阵当中 方穷剑本来就是阵法令牌 剑为官 官口便为阵 破阵便通天 战之圣野 陆尘在听到狂穷 道出方穷剑的法门之后 心里便有了破阵的主意 还好 他有着少许 涉猎离凡神策的机会 否则 也绝不会表现得如此轻松 不过 有了临天意志 陆尘也浑然不惧 天上 地下 独巨头 未战而尔 饶是人皇也败于我手 我怕什么 陆尘为自己装着胆气 杀念横生而出 足下黑轮渐渐扩散而来 一支支娇小的煞魔 深受意志的感染 不断地从黑色的光圈地表中 飞笑了出来 猙獰 可不得缠向煞魔本相 同是煞魔 就看谁的手段更加高明一些了 不过 我是煞祖 老子才是天 是煞盗的天 陆尘发出一声狂吼 两道夺目的黑光 自神霄法眼中射出天外 乌云散 响雷魁 耿风敏 真阳灭 神霄法眼 多天地造化 长苍生生死 一眼窥天机 二眼射天威 一声惊天的巨像 回荡大地之后 两道残影 终是在空间领域的互相追逐之下 碰撞在了一起 好大一颗黑色的太阳 以陆尘和方琼煞魔为中心闪耀了起来 吞噬淹没了天光 仿佛让大地重归于混沌 此一时 狂穹站在第十一个神尺的边际 俯瞰着聚他有着近树里之遥的方穹神尺 从空气涌现的暴乱气息中分辨 从陆尘身上半黄不黑的杀念中分辨 无不让他微微动容 狂穹的视线微微下移 飞快地落在了陆尘手中 闪动着森罗万象 宝光的好空垂上 狂穹的脸色不由为之一变 老朋友 你也来了 我能感受到你不服于天的气魄 你还是那鸟样 不肯服输啊 黄穹地难着 一绿黑色的神烟 从他的头顶上缓缓升起 慢慢飘向入口的空门之处 这是他首次动用神烟 探查空门之外的永无止境天阶 神烟一窥即收 狂穹的脸上又布满了 久违的激动笑意 后空 太初 起将 到齐了 好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珠子没有说错 你们果然能找到这里 狂穹摸着下巴 突然露出一个坏坏的笑容 难难道 不过 你们一力辅佐的主子传承 在我眼里现在还上不了台面 算了 看看吧 这小子究竟能不能做到竹子交托的事儿 如果不能 只能怪你倒霉了 说话间 陆尘已经与方穹汗魔硬汗上了 两人不 不能说是两人 而是一人一法相 战力疯狂 打杀手段 无不是血腥粗鲁硬于硬拼 陆尘叫夫沙黑云 手指浩空骨锤 头顶苍穹炼火 反正此间没有外人在 也不在乎保留实力了 黑煞天刚火 一十三品 硬生生的将他的空间领域无限的扩张 仅仅在瞬息的攻击 二十一重天制上所有空间领域打开了近离地的范围 对于短时间才达到如此境界的陆尘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惊人的飞跃 他已经发现了 于方穹剑斗法 只凭着神念与意志的抗衡 就可以让他得到几乎变态的修为提升 这绝对是锻炼自己的大好机会 天街 冷风愁云 硝烟迷雾 惨兮兮的古都浮城内 到处传荡着修士们疯狂的呐喊歇斯底里的咆哮 先去和透露残之于断壁 怨魂及神缘 到处漂浮在浮城的空中 勾置出一幅惨烈到极致的杀戮画面 各大门族没有人领袖群伦 场面一时间乱得不成样子 龙奥 魂藏 盗魔圣 婆罗多 黑风老怪等等高手 纷纷追寻着开天圣物而去 留下了一滩烂滩子 交给了几个不成器的尊敬高手指挥 不大一会儿 天街所在暴露人前 内围的修士为了能够目睹开天圣物拼命地涌向天街 古都中的凶魂大军借机威风在掌 铺天盖地地涌向这些六神无主的宗门弟子 大战一闲再闲 外围的修士为了能够一关秘境隐秘 打破头也要往里面封挤 凶魂大军掺杂在其中见人变杀 而外围不知何为而攻 虽然皆是修为高深的强者 却不敢全力失伪 一来二去 古都浮城 鲜血贬地 尸山堆积 到处都是修士们的咆哮和惨嚎 怎是一个惨子了得 修为达到了天圣境界的金修 以一身近乎防御无敌的金骨横冲直撞 到处搜掠着强大的凶魂 他右肩上的射魂脚骨 魂烟魄雾 炎然连成了一丝 来自四面八方或死在自己的手上 或死在各大门族手中的怨魂 尽数地收为己用 金修身上的金光也愈加地强横了起来 如果仔细观察 盖世能够发现 他的浑身筋骨上隐约着白红的线丝 不断地缠绕在身上 慢慢变得饱满 充斥了生机 天阶上 众天圣落脚在天阶第一阶 目光放远 眼中尽是愤慨和不满 更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愤恨和无奈掺杂不清 该死的 云厄和陈祥苗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 一定是在我们之前 极有可能这秘境便是他们发现的 有道士无力不起早 传闻天方海云厄相描 神功陈相描乃不是出的人物 本生还以为他们专门来寻咱们的麻烦 原来他们另有用意呀 龙傲沉声狼语着 把云厄的本质看得一清二楚 盗魔圣站在天阶上 感受着四周涌现出来的庞大威压 神情无比的凝重 哼 此戒体上有强大的神言禁止 像是某个巨头高手留下的阵法禁止 天阶之上一定领有乾坤 龙兄啊 我等即刻联手 此刻便要有个口头上的承诺 众人颇为诧异地看向盗魔圣 龙傲疑惑道 承诺 此前不是已经说清了吗 盗魔圣点头说 嗯 没错 我等是联手对付三大门族 然而却无承诺在先应对这突然出现的巨头秘境 你再瞎之间 此地必有一宝 也许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不管是什么 既然我等已经联手 那便应该保持下去 包括这里 你的意思是 有宝 大家平分 魂藏眼珠转了转说道 嗯 这样对大家都好 盗魔圣说